云荣活活 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互做互做 这不是理论的 决定可以落实 所以我教大家最简单 但是一定要认真去做 真诚的善心 真实的爱心 无私无条件的供养布施 你只能把这三条做到 多元文化的教学 决定没有障碍 多元文化的教学 就是洪发立身 效果 学会也难定 世界和平 人人都能够互相敬爱 和目相处 互做合作 才能过到真正幸福 美满的生活 这是佛法 佛法不是空谈 不是谈旋说妙 佛法是教人过幸福 美满的生活 各位仔细看看 仔细看看那个经典 尤其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华严经》 我跟大家讲解 自自自俱绩都落实在生活上 教我们怎么过日子 怎样工作 怎样厨师待仁酒 这是真实的学问 我们现在要认真努力学习 才取得尽如佛过度修学的资格 极乐世界是佛教大学 大门常开 只要我们真正想去 想去这个世间 明文立扬 无欲六成 贪嗔痴慢 要彻底放下 我天天在这里教人 一定要把自己 对于一切人 一切四 一切无控制那个念头写掉 这个念头是一切六道众生居身烦恼 这不是学来的 你看那个婴儿 两三个月他就去抓奶瓶了 他要控制它了 他不放弃它了 你就能观察到啊 这是私心自私自利 佛家讲的居身烦恼 是过去生中带来的习气 这个习气不好 我们觉悟了 我们觉悟了 明白了 彻底放下 放下之后 你的心地清凉自在啊 你不再生烦恼 你天天生智慧了 可是这个念头放不下 你心里面就生烦恼 你心里面就生烦恼 不生智慧 比这个更严重的 是对于一切人 一切四 一切无 占有的念头 占有就造业 控制是迷惑 不能不放下 一定要放下 为什么呢 大家念过《金刚经》 《金刚经》上讲的三心不可得 你要真正明了三心不可得 控制一切人事物的念头 自然就没有了 你要明了 助法应援身 凡是应援身法都没有自信 所以 当题皆空 了不可得 《金刚经》末后说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你对于一切人事物占有的念头 自然就没有了 你能把这两个念头写掉 你得大自在 你很容易入大乘之门 入大乘之门 就是大乘菩萨了 不但超越六道 还超越了十法界 由此可知 佛菩萨跟凡夫一念之间 你这个意念放不下 你是凡夫 你那个意念放下了 那就是佛菩萨 我们念佛 不能往生 决定在这一念 这些话 好像是题外之话 没错 与题也扯得上关系 为什么说这么多话呢 有一些同学 从外地来的 有从黑龙江来的 这么远 很不容易到这个地方住几天 我要不跟他说 我对不起他们 你们住在新加坡的同修 常常听 听了没做到 所以多说几遍 多听几遍 还是有必要的 没做到吧 你们做到了我就不说了 没做到天天要讲 这个就是长时间的寻修 做不到 如果能够常常听 不要说说 哎呀这个话 我已经听了多少次了 不去了 不要再去听了 那你就永远堕落了 要知道 虽然做不到 多听 肯听 听上个十年八年 自自然然那个心就变了 就会做到 这个是我的经验 这个是我的经验 我原先也是凡夫啊 样样放不下了 样样执着啊 但是我肯许 我听老师的话 老师叫我做 我总是勉强去做 做久了就自然了 就一点都不勉强 就会做得很自在 很快乐 才知道这过佛菩萨的生活 那么下面 这第十月 十月呢 只有一句话 借得神通自在波罗密度 这一句 神足同源 我们先讲神通这个名词 这个世间人 对神通的观念 错误 什么叫神通 大概是西游记上讲的 森悟空 孝悟空机'd